如果你想对一个女孩好 一定要给她做这个暖洞洞洞的小甜品 养颜养富而且又聚意好吃 今天会用菊酿骨发葛根粉来代替淀粉 这种菊酿技艺还是伏伪非语 据说北宋后宫娘娘就尝出来富富 泡了一晚上的红豆洗干净 电饭饱煮饭点50分钟 我用了三个菊发葛根粉 因为红豆比较多 用筷子想办法很轻松就夺出来了 用一点点水让它溶解 你也可以放点白糖 因为它里面是无添加不寒糖的 煮好的红豆汤盛出来一点 降一下温厚就一点一点的加进去 不要一下子就倒防止菊部凝固 再把煮熟的红豆也倒进去 像不像红豆奶茶 盖上保鲜膜上勾针30分钟 这边的菊皮要不要浪费可以泡茶 真好了是这个样子 还要放进冰箱冷藏两个小时 最后切块就可以装盘了 葛根粉红豆糕 此来养生佳品了 我来赏一块 哇好好吃 洛基基的还有红豆的香甜味 太Q弹了吧 我感觉我以后会经常做 主要是对皮肤好 如果你男朋友懒的话 可以让他直接冲一碗 过发葛根粉给你吃 举止红茶快去做吧